继续收看VoA卫视 现在是时事大家谈栏目时间 美国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 中国话题再次进入两党互相攻击的话语 罗姆尼和奥巴马都开始指责对方 对中国不够强硬 美国有民调显示 尽管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美中关系良好 将中国视为竞争者而不是敌人 但是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两党候选人对各自中国政策的指责 更是煽起了新一波中国威胁论 我们今天就要谈谈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中国因素 中国为何成为美国大选中的吓人妖怪 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 时事评论员高文谦先生 在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 时事评论员曹玉芬女士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第一个问题玉芬女士 是 每到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经常就会打中国牌 现在又开始打中国牌了 那这一次打的这个中国牌 有什么不同 或者说打得怎么样 我想其实这一次 当然还是大家看到这个 尤其是最近两次竞选广告 这个Romney跟这个奥巴马 都在广告当中批评对方 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上不够强硬 然后这个批评中国这个诈欺行为没有得到惩罚 然后让这个美国的工作机会都外移到中国去了 所以看得到就是在选举当中的中国牌还是发挥的效用 可是事实上我们跟过去比起来的话 其实中国牌的因素已经慢慢在递减 为什么 我想在过去来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 大家如果说还记得的话 在这个克林顿的时代 要不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在选举的时候就辩论得非常厉害 没错 我想在那个时候 因为中国还没有崛起 正在崛起的过程当中 所以美国还有更多的这个筹码在手上 所以在总统大选当中 对于中国崛起 要不要阻止它崛起 我想在那个时候 还有美国一股保守的势力认为说 这个要阻止它 但是现在你已经看得到 中国的崛起是难以抵挡的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实力 已经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想说这几年的很多的因素 已经变得比较是属于 就是说他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了 那么在这个当中 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的攻击 基本上已经开始集中在经济因素 在选举当中 已经很少在谈它的路线 在谈它的军事威胁 因为事实上那已经是一个存在的因素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焦点已经不同了 下一个问题我想请教 纽约的文谦先生 刚才我们谈到 就是现在美国总统选举 又开始打这个中国牌了 节目一开场的时候 我们谈到就是 美国的这个一个民调显示 就是绝大部分美国人 还是认为美中关系还是良好的 两个国家是竞争者 而不是真正的敌人 但是如果被问到 假如美国会面临一个 什么样的威胁的时候 绝大部分美国人还是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那么一开始 节目一开始我们谈到说 我把它叫做一个吓人的妖怪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英文词里边 美国的英文词里边 这个Bokemon的一个 实在找不出一个比较合适的 就是那个大人吓唬小孩的 这么一个妖怪 那就说这种拿中国威胁论来 在这个总统选举当中 来不断地来用 您认为还有没有用 我觉得的话 中国成为美国大选中的 一个中国因素 那么两党总统候选人 都竞相批评中国 那么指责中国 我觉得这里面 当然是有一个大选年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中美两国原有的合作方式 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 原有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中国生产 美国消费 当然这是盖而言之 那么这种模式 已经掏空了美国 那么使得工作机会大量流失 使得债台高筑 已经走不下去了 美国的话 对此已经忍无可忍 我觉得这是个更深层的原因 不可以改变的 虽然刚才曹女士提到 前些年的话 就好像中国因素 那更重一些 而我认为的话呢 这个前些年呢 有些话呢 是在大选年的 更多的是大选年的放空炮 这一点从克林顿 从小布什时代就可以看出来 当年克林顿竞选的时候 说从巴格达到北京的屠夫 当时六四刚刚过后 小布什那时候呢 也提出中美两国是一种竞争的伙伴 但是呢上任之后呢 相反的对中国态度都改变了 但是这种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 所以我认为呢 中国威胁论呢 确实有它现实的 深刻的这个基础 高先生我想接着这个 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所说这个 中国的中国威胁 或者中国这种中国因素 中国话题在美国大选当中 更多的就是说 这种威胁在美国看来 或者在美国民众看来 更大的是 中国的经济崛起的威胁呢 还是在价值观理念上 不同对美国的威胁 还是军事上的威胁 我觉得大概 这是一个感觉到 是一个全方位的 当然最根本的 还首先是经济上 那么的话呢 这个经济上的话 你看咱们到 咱们到美国咱们都知道 逛商店呢 都是made in China 这个已经多少年来呢 那已经那是这种情况 那么的话呢 同时的话呢 中国这些年代的话呢 又成为经济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在这个军事 在外交 在政治上的话呢 都是一个 都是大国地位了 那么呢 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威胁论呢 如果从历史来看的话呢 一个大国的崛起呢 势必要挑战 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和规则 那么为了本国的利益 为了扩大世界范围 甚至于不惜一战 当年的这个德日 二战时期的德日 就是这样子 而中国呢 在崛起的过程中呢 因为它 它是一党专政的 这个政治制度 因此的话呢 它实际上也想用 中国特色的这么一个东西 来取代 现在现有的国际秩序 这个东西对这个 这个威胁非常大 而那中国的话呢 这些年的崛起呢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操弄这个汇率 靠的是牺牲人权和环境 那么进行着不平等的 这个贸易竞争 这种情况呢 不仅这个损失了 本国民众的这个人权 同时的话呢 也造成很大的国际问题 接下来一个问题啊 玉芬女士 刚才文谦先生谈到了 就是说日德的这个话题 谈到了日本的时候 我想起来就是 如果没说错的话 在80年代 甚至90年代初 当时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那个吓人的妖怪 是日本 当时日本的经济的崛起 美国当时的经济的不景气 当时是拿着日本来说 说日本是一个日本威胁 那么当时的这个日本威胁 或者这个日本吓人妖怪 和现在这个中国吓人妖怪 有什么不同 我想最主要 当然我同意你提到当年 就是不但这个选举是吓人要过 甚至在好莱坞拍的电影里面 都把日本拍成这大肆收购华尔街 把整个这个纽约都要买下来 这样子一个铺天盖地的 要来席卷美国 但事实上证明并没有发生 我想在第一个 经济景气不好的时候 很多时候大家要找出一个 这个所谓戴罪羔羊 你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 那最明显的就是说 哪个国家跟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最大 那常常就变成是一个目标 那么我想说今天很多时候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虽然说我们同意说 中国在有汇率操纵跟其他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经济上面很多时候 这不是政治完全能够决定的 就是在整个的供应链 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分工合作的方面 我相信就是说 即使中国如果经济体制不转变的话 这已经不是政府能够完全控制 跟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怎么样 这个能够改善这个顺差或贸汇率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说 这个情况一定将来走到 因为我们后来看到 日本本身发生的经济问题 那个不是美国造成的 所以这个问题后来慢慢的改变 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发展 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它出现了自己泡沫化的问题 中国可能很快 很多人当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预言 有人认为说 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崩溃了 也有人认为说 中国经济不会它会软着陆 但是很快我们发现 中国经济自己本身的变化 就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 稍后回来我也想请 纽约的文谦先生也谈一谈 日本这个吓人妖怪 和中国这个吓人妖怪 有什么区别 好 您在收看的是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中国因素 那中国又何以成为 美国总统大选的 这样的一个吓人的妖怪 如果您参加现场节目 请拨打400-120-055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事大家谈 欢迎回来 下一个问题想请纽约演故事的文谦先生 刚才我和玉芬女士谈到了 比较了一下80年代 90年代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日本成为这种日本威胁论 或者日本吓人妖怪和中国吓人妖怪 现在在你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日本的话 当时经济体的话 那么当时他把美国很多地标性的大楼都收购 当时是引起恐慌 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还写过一本书 叫《日本第一》 在美国很畅销 那么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 因为日本毕竟是跟美国是同样的社会制度 同样的基本的这种价值观念 在国际秩序 在国际规则上都是采取同样的一个 而中国的话呢 最大的不同它是什么呢 它是不同的社会制度 它这种制度呢 它的这个原罪呢 可以说就是要搞世界革命 虽然现在它已经大幅度的软化 但是骨子里面呢 至少在那个党章上 现在都还没有改变 那么它的这种崛起呢 跟日本的那个崛起呢 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想请玉芬女士谈一下 就是我们谈到现在 罗姆尼和阿瓦玛两个人 在这个选战的最这个白日化阶段的时候 开始双方阵营都开始大做广告 互相攻击对方的这个中国政策了 在你看来他们两个人的中国政策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我第一个先补充了 就是说这个中国牌到现在 为什么每次总统大选已经大概完了二三十年 还是有用了 我想我同意问先生刚刚一个很重要的分析 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走民主化这条路线的话 不光只是经济问题 就是基本价值的这个认同的差异 就会让中国永远在美国成为一个目标 因为只要中国崛起 因为你不相信民主 你不相信人权 那么这个崛起本身对美国来讲 就是一个价值上的威胁 所以这个是中国本身要考虑的 那这也是跟其他过去民主国家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得到说 奥巴马跟这个Romney 他们两个人互相攻击在中国的政策上不够强硬 但是我们看到罗姆尼比较花了一些 在他的政策白皮书 或者是在共和党党纲的时候 提到了都很多提到了中国的军事威胁 然后提到中国不守人权 那么罗姆尼也说他上任的第一天 就要宣布中国是个汇率操纵国家 那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奥巴马政府都没有做的 我们看到好几次财政部的报告出来的话 都没有把中国列进去 所以很多人也好奇说 罗姆尼如果真的选上的话 上任第一天 因为他已经开了这么具体的一个时间表 你觉得他真的敢那样做吗 但是因为这个是他的政界 而且是非常明确的政界 所以到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要等着看他兑现 那当时就是说这个前国务卿奥布莱特 在这一次的共和党的大会里面 民主党的大会里面 智库开的一场座谈会就问到说 那我要问罗姆尼第二天呢 你要做什么 所以我相信他们有差异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过去来讲 选举当中的竞选语言 到了真正就任的时候 未必能够完全实现 可是候选人就要为他的证件付出代价 如果说你现在开的这么仔细 当然还有第二点就是说 罗姆尼强调他一上台 要卖给台湾F-16CD的战机 这个也是目前奥巴马政府没有做到的 好 接下来我也请纽约文谦先生 来谈谈这个差不多相同的这个话题 我们谈到就是罗姆尼和奥巴马的这个中国政策 当然现在是两大阵营 民主党共和党两大阵营来相互 在竞选当中相互攻击了 那么实际上在奥巴马总统刚一上任的时候 共和党阵营就开始攻击奥巴马了 说这个奥巴马对中国是非常的软弱 在过去的许多总统当中 是刚一上任不到半年 就匆匆忙忙地访问中国了 那现在呢 这个很多媒体又开始揭露出来了 说是你罗姆尼呢 实际上也并不是做得有多么好 比如说纽约时报 就有一个报道就谈到了说 罗姆尼家族 它这个投资家族公司 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海油 和中国工商银行有投资 2011年开始竞选总统 开始批评中国的时候 把这个股票卖出来了 当然没有赚很多钱 说是只有赚了8000多美元 但是仍然被接出来 被受到批评 你怎么分析这两个人之间的 这种相互攻击了 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奥巴马的这个对华政策 和那个罗姆尼的对华政策呢 虽然现在是拿中国话题来说事了 但是更多的呢 我相信是一个共同的 是一种这个选举的这种语言了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的话呢 实际上呢 奥巴马的话呢 这个因为从传统上讲的 从当年中美建立这个外交关系的时候 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更喜欢共和党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共和党人呢 就是极右派 说话算了数 没有什么更多顾忌 可以是什么 而民主党的话呢 他们觉得虚伪 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到时候后来的话呢 民主党呢 更多的要讲究这个工会的权益 要讲究这个就业问题 这个对中国后来在邓时代的是个开放的话 压力非常大 所以的话呢 这个 而那小布什在政这个八年呢 实际上中美关系呢 是相当的好 而且的话呢 小布什他就是从重商主义这个角度吧 他的话呢 把这个跟中国政府合作的非常好 所以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觉得那个Romany呢 跟这个奥巴马呢 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细微的那个差异那是有 但是呢 我刚才我已经说到 他们两个人无论谁上台 在自己大选中 最终都面临着一个 中美以往的合作的这种方式 怎么办 还能不能再继续下去 而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面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那么 那么实际上呢 我觉得中美关系的话呢 经过这些年代的发展呢 已经磨合成的这个 实际上是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剪不断理还乱 这么一个情况 文谦先生正好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让雨芬女士来 刚才文谦先生谈到了说 中国政府实际上 毛泽东时代是喜欢共和党人 我知道你这个共和党民主党 这两个代表大会你都去报道 美国的亚裔或者说华裔选民 更多的是支持民主党还是支持共和党 最近刚好有一个这个全美亚裔人的这个调查 就是说道理两党的这个亚裔的支持度 那么他发现呢 有43%的这个亚裔呢 是支持欧巴马的 那么24%选择了共和党 而且很清楚的是从1992年呢 支持民主党的亚裔人 是从三分之一变到现在的三分之二 那所以很明确 就是说在这个亚裔来讲的话 民主党是很明显的占了优势的 所以说这个可能跟中国政策不见得完全相合 但是可以看得到说 可能在移民的问题上面 还有在于对于社会福利方面 这些多元还有种族的多元化的接受度方面 民主党可能相对来讲 比共和党更有广泛的诉求 实际上还有最后一点时间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 现在的这种所谓中国威胁论 会怎么样影响华裔选民 我相信很多的中国华裔的选民 基本上在选举的时候 根本跟一般的选民一样 关心的是自己的权益 因为知道很多时候是选举语言 好了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时时大家谈就要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以上讨论中来宾和主持人 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VLA卫视